台中市警方查获了毒咖啡包分装厂 起出上千包的毒品 另外还发现了一名越南籍女子 透过重建来台 原本是在一家电子工厂工作 为了负担越南每个月25万元的家计 才会转人贩毒 利用卡拉OK店来当掩护 实际上是为了拓展客户来拉业绩 而警方怀疑可能涉及跨国犯罪 也正在全力的追查当中 警方布线跟街 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 嫌犯街头正进行交易 当场被原警带个正着 原警进一步前往嫌犯住处 查获了毒咖啡分装厂 包装好带包装的毒咖啡包 总共1600多包 还有封口记及原料 警方执行企图专案 另一头也有斩获 通过一个月吧 透过不外进口大麻种子 在住处种植大麻 不过还没收成就被警方抓了 而这名越南女子 透过仲介来台 原本在台中工业区 一家电子工厂上班 为了负担越南每个月 新台币25万元的家计 铤而走陷 利用卡拉OK店当掩护 实际从事贩毒工作 台中市警方针对高风险 涉毒营业场所 特别是帮派组织涉毒 以及潜藏社区中的 毒品犯罪强力扫荡 半个月来总共查获了167件 犯险195人 警方也呼吁民众 若发现住处周遭 有可疑情势 应立即向警方检举 记得中部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